很多人說 你這部影片要說什麼 要講的是民主跟自由 民主它注定是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 然後自由的邊界一定是不規矩的 這部片子我最後的一個主角 原本大家打算大概一年就要把它拍完 經過你給它拍了幾年 八年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會客室 其實在我心中我一直有一個人 有一位朋友 我覺得在我心中他跟神一樣 你知道嗎 好幾年前我看了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那部紀錄片我還到現在算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我還是依然記得非常深刻 當我在電腦看YouTube 看到他拍的這支紀錄片的時候 給我心中非常大的震撼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紀錄片的導演李慧仁先生 當初的這個影片就是什麼 就是不能戳的秘密 他就講出了我們台灣情流感 那很多的點點滴滴 因為據我在網路上看到的資訊 他就是很傳統這個電視台的這個攝影師出身的 非常老練 那個大家知道以前 早期以前這些薪資待遇是非常好的 結果他頭髮掉了 工作辭掉了 然後跑去拍這個東西 各位一個男人一個成了家的男人 這個經濟的這個重擔各方面 這個很多真的不是說讓我們能夠有夢想想要去做 就去做 這個你得問問你的太太同不同意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我們就請到李慧仁導演 來我們的節目現場跟我們聊聊李導他的人生的故事 李導跟大家打個招呼 486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慧仁 對那個慧仁 我可以叫你慧仁吧 當然可以 大家看喔 我跟那個李導跟慧仁這樣子 其實他年紀比我還小 也是屬於屁孩 慧仁 以前你是在電視台這個攝影師 那時候的薪水都很高 那時候我剛才是在那個有線電視 開始蓬勃發展那時候就去有線電視嘛 那時候完部只有三台而已嘛 還是中視 華視 後來開始就有衛星電視 什麼TVBS啊 真相新聞網啊 頂頂這樣 所以我在那時候就去這個行業裡面 後來剛才有超市和民視開台 那時候所以我就去電視台 那時候台湖也不錯 真的不錯 你那時候要離開的時候 你有跟太太商量嗎 有耶 他有支持你嗎 我也有跟我媽媽說過 我覺得我離開電視台有一個姻緣 那年我剛才40歲 2008年我都應該記得 我是2008年的2月12號那天 第初時辰 我常常說那天是我第二個生日 為什麼 因為那天喔 那天應該應該也是台灣某一個名人的孫子的生日 叫做聯戰 哈哈哈哈 聯戰 那個聯戰那時候去中國的時候 連夜宴您來了 對 那時候還沒做阿公 那天剛才是聯聖文第一個孩子出生 那天 那天 那天都知道說名人還是貴婦 都會在中山醫院那裡生小孩 那天因為聯戰終於當爺爺了 那天看到所有電視台 電視新聞台 那時辰機車都全部開到那個圓圓 輪圓圓圓在那裡 幾乎可以圍成兩圈 做Live連線 連戰 前副總統終於當爺爺了 我們看到很多記者拿麥克 看到達官賢耀來看孫子 金孫 大家就唱歌 唱歌問三個說 欸 請問一下喔 你今天是來看金孫嗎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兩句話 達官賢耀就說 欸 我還沒去看耶 欸 等我看出來再跟各位報告好不好 好啊 記者就一風而散 聽到那個 那大汗出來之後大家唱歌 請問一下你看完金孫的感覺怎麼樣 欸 很好啊 很有福氣啊 啊你覺得他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嗯嗯嗯 你就看到說 那當時所有的記者 都問這個問題了 對啊 那當用SNG車 結果只是去問說 他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那當時我看到這個新聞我實在很辛苦 我說我在媒體裡面十五年 做那麼久 看到媒體這麼重要的一個工器 然後弄了那麼多的社會資源 結果只是要告訴我們 每個整點喔前面幾分鐘還連線喔 連線去那邊說 我們來看最新的消息的狀況怎麼樣 結果是前副總統終於當爺爺 所以在那天我就覺得 很辛苦 我地處支撐 我就不想做了 不想做之後 我就跟媽媽說 我沒什麼想要做 因為我覺得這個環境 一直不像我以前 想要去媒體裡面 去做一些所謂的好好的 去做地勢權 監督這個政府 監督這個社會 不是嘛 所以我要跟媽媽說 我要離開 我跟我們太太說 跟家人說 他們都蠻贊成的啦 我就說我經常很幸運 他們願意支持我 反正說你沒關係 你反正 家裡的貸款你也不用插 你就不要 你可以維持你自己生活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就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現在 我們也十幾年了 這不簡單耶 你為什麼有一個 一個因緣際會 我記得第一 第一出座的是 一個叫什麼 增開著眼 增開著眼 這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 這是什麼意思 剛才十八六有說 說我是攝影記者出身 你看看攝影記者不是 沒有一台很大大的攝影機 你怎麼記得 他有一個viewfinder 在那裡 倒在那眼睛這樣看 在這邊這樣看 那有時候人在那裡 眼睛左眼都會閉起來 鑽住看右邊的那個 觀景窗 但是 我那時候這部片就是說 從電視台的攝影記者來看 新聞 電視新聞這個行業 那時候其實我們就看到 很多媒體都很墮落 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去做一些反省 所以 我們就說 為什麼要增開著 就是說 其實你應該要把你 左邊閉起來 那個眼睛打開 你不要只看到 所謂媒體 所建構出來的真實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電視新聞 這條新聞 一分30秒 那時候有可能 去希望會很長 是不是說 你去採訪一個 一百歲的人瑞 99年的圖書館 你回來 你都是把他的生命 減成一分三四秒 很多東西都被過濾掉了 那不是完全 所以我們鼓勵到很多 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 增開著眼 也希望說不管是 新聞從業人員 或者是所有的觀眾 讀者 民眾 你應該要把它增開著眼 你不要只看到媒體 所建構出來的真實 我們看到現在新聞也是一樣 很多你看裡面有假的 演的 什麼都有 所以其實那是一個 談電視 新聞媒體的一個 其實是你心中最大的感觸 對啦 也是你覺得很不齒的 對 現在回國公道回來 2009年也拍了這一部 一直到現在 現在是2022年 對不對 2002年 你覺得現在我們新聞有進步 沒有 為什麼 對嗎 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 很奇怪 很奇怪耶 你看到現在 那時候 我也記得那時候 我們都覺得說用眼的 新聞跟 那像藍色蜘蛛網 那樣 那不應該是新聞是這樣子的 是啊 全世界沒有這樣 對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的造假 很多 新聞造假很多耶 越來越多 那八個可以說說八個 所以我常常講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媒體 如果是這樣子用錢 都可以去把它 做出來 那藍色蜘蛛 真相到底是什麼 嗯 真的 真的 我就常常說 我們看到有的 大財團 可能去買每天 嗯 剛才什麼事情去買 我就想說 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以後是不是有人 譬如說 某一個建商好了 那你就 花20也好了 嗯 那 這一個月 把全台灣的媒體都買回來 都說 哇 建商 多有 多有社會良心 我應該得什麼 奧 那個諾貝爾的 那個什麼建築獎 現在頂頂這樣 全部分都看這樣的新聞 我說 你現在看你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50年後 如果你的後代子孫 你的後生 你的女兒 砍建築系 建築研究所 那些論文的時候 跟你說 爸 某某那個建商 是不是一個 很好的建商 一個很有良心的建商 好 你可能會想 你會說 這是什麼 我不會說 嗯 我們在大家 就是他們家 一陣子 流水怎麼會 可是為什麼 我在做論文學 什麼 文獻探討的時候 我發現 我去查 50年前你們那個時候 所有的媒體都講說 他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建商 他應該得什麼諾貝爾獎 怎麼會這樣 你看 嗯 當你如果錢可以去改變一個 真相的時候 50年後 他會改變歷史 嗯 你看 我們50年後 我們的歷史 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明明是歪的 歪的 歪的 所以我覺得媒體 現在為金錢服務 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不贊同的 你看 當然 現在有的人講說 你看到媒體是為新台幣 去服務嘛 啊 同樣的 他有可能也會為人民幣啊 也有可能啊 認知作戰 是啊 讓中國的錢一直在來 迎向我們台灣 這都是這樣 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說 這點不知道是怎樣 當然這個以後我們或許有機會 我們再來跟那個 那個理導來請教一下說 這個媒體 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覺得 其實我在想 因為我也認識不少 那媒體的朋友 對 大家也不希望說 可以用噴噴噴噴啊 對不對 但是 事實上現在看起來 好像就是說 媒體被網路啊 這個東西也衝擊 非常非常的大嘛 對 你飯都沒飯啊 對不對 你還去談理想 談什麼 或許 搞不好又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又因為這樣子 又讓大家又覺得 台灣的媒體啊 這個 這個新聞 這個又更可笑 好 然後我們這個先不聊 這個聊起來太沈重了 那 惠仁 你那時候離開 那你拍這些東西 那我比較冒昧的請教 這個 資金的來源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對 我離開媒體後 我是2008年2月12日離開 對 然後2009年的拍 正開左眼 對 然後其實 同一個時間我再拍另外一部片子 叫做不能做的秘密 因為那就是這樣 就是說 台灣 其實 回頭來講 1997年 香港第一次發現禽流感 那禽流感是H5N1 對 結果因為禽流感 本來是在蕉子 蟋子的身上 但是沒想到找人的身上 人沒有抗體 不認識他 所以那時候致死率大概很高 甚至到七成這樣 很高 很高 所以到2004年 隔了7年之後 2004年台灣 我們竟然發現有另外一種 情流感叫H5N2 我後來調查才發現 才發現什麼 其實那個病毒 不是 宣稱什麼什麼 那時候農委會說 是什麼 好鳥 背過來這樣 後來發現不是 那白頭是人做出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就是真的 因為 因為我們看到經常看新聞 看新聞說 哇 你看 歐洲都有情流感 看到情流感就看到 那個撲衣 那些雞長 雞全部都抬掉 這樣嘛 所以台灣的子雞人 會緊張 他就跟那時候 農委會說 我看到新聞 現在都在 雞撲衣 這樣 我們台灣這樣 怎麼會有影響到 農委會官員 那時候說 沒關係沒關係你放心 那隻雞長 如果到情流感 好鳥抓到一定 身體不好 感冒 可能你看 台灣海鞋那麼大 背到一半就落就死了 他就這樣跟農民說 農民都不會相信 因為我們 常常民眾 對政府都不會相信 對啊 亂騙亂怪 但是他們也是會怕 會怕就有需求 所以就有不孝的 就有不孝的學者 想說 我們自己來做一個疫苗 你打好了 他想說 你外面 譬如中國韓國 日本都是H5N1 他說 H5N1 那個農民如果做不好 會感染的死 他們就想 我們拿墨西哥 一種叫做H5N1 的地病原性 拿來自己做疫苗 做疫苗的時候 不小心感染 人也不會怎麼樣 結果他把白毒 想辦法偷渡 進來台灣 開始做疫苗 我們就知道 那個疫苗叫做死毒疫苗 那死毒疫苗 就是說把白毒帶給死 去做疫苗 現在中國的科興國藥 對 滅活疫苗 這樣 結果 他們 感染病毒沒有殺死 那病毒沒有殺死 等於說 就把 擴散 不是打疫苗打到機身上 是把病毒打到機身上 整個擴散 所以白毒是這樣 然後我就整個調查 這個過程這樣 花六年的時間 就是調查說 要他們安康 政府的安康 所以在2011年那時候 然後就播出這個影片了 那時候 因為都是說農委會不好嘛 那時候 最後 就 我本來是想在電視來播出 我就和我以前的朋友 他們那時候 走新聞 走一走新聞 他們現在都是 大概電視台的中高階主管 我就問他說 我有一部片子 讓你免費播放 不用錢 不用錢 喔 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一家電視台 收視率有0.5就好了 大概就有多少人看 對 如果十家 那全台灣不是就很多人看嗎 對 這是我來想像 但是沒想到說 那時候所有電視台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 惠仁 我們沒辦法播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現在有農委會計畫案在進行 業配啦 對 我知道 官員的業配 對 然後他說我們現在有兩三個 我也拍不好得罪他們 所以後來他們就沒有了 我沒有了 然後後來是說 那時候 那時候在2011年那時候網路 其實也沒有像現在的那個 最後沒有產 所以我後來就找新頭殼 那時候新頭殼當屬於蘇貞平 胡緣輝現在的那個公共電視的當事長 那時候也常常有一個人在那裡 我就跟胡緣說他們沒有人放 那是不是大家新頭殼放 新頭殼做網路播出 我以後最好笑的是蘋果日報啦 現在一定不記得蘋果日報 那當時他們有一個叫動新聞 動新聞都做一些三色星的 什麼殺人魔 什麼頂頂的 他們都用動畫去 那裡面負責人就卡電話說 惠仁導演 你那部片子可不可以在我們動新聞播出 我就說可是你們動新聞 只有三分鐘 可是都是做那些什麼殺人魔 什麼三色星這樣 那你們怎麼樣把它剪成 三分鐘這樣 我很多朋友說 買啦 惠仁買啦 他那你跟他沾上關係不好啦 不要啦 不然我就想說 如果在這邊人家願意看 那也是一種突尾的方式 對 那後來動新聞就說 我們全部都放 哦 80分鐘都放 嘿嘿 對 我記得那個很長耶 不然我就放在那動新聞 結果沒有想到動新聞就 當時候的點閱 觀看就一百多萬 將近兩百萬 那時候是農委會 當時候所有的部會 都還沒有注意到網路這個部分 當時候農委會幫他們做危機處理的 台灣某個最大的公關公司 幫他們去做這個公關危機處理 跟他們說 你放心好了 那個理會人現在已經不是在主流媒體 他在網路上這個新聞大概不用三天就沒有了 但是沒有想到說網路在那裡就開始大家一直傳 對 大家一直看 所以後來沒有想到說一個月後 農委會 嚇到 撞不住 必須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其實那是用網路的播出 然後做這個影片 後來後來我又拍了不能說的秘密2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就一直跟他們希望官員能夠去證實這個問題 我們說有時候我們做調查 因為不能說的秘密1跟不能說的秘密2都是調查性的紀錄片 在台灣做調查報導其實沒有很多 在國外很多 調查報導它很重要 我當時就常常說 調查報導其實它是一個社會的防腐劑 真的耶 因為我們監督這些 比如說政府官員 或者是大企業財團 他們擁有話語權 擁有大量資源的人 他想要隱藏一些讓大家不要看到的 在國外很多的調查報導記者或者紀錄片 都是在調查這個部分 我們台灣比較少 所以後來做這個調查 其實從不能說的秘密1 希望政府能夠去改善 沒想到那時候農委會的官員 怎麼呢 說要跟阿哥 然後我們對李慧仁保留法律捐述權 我有看到這條新聞 我那時候覺得 太誇張了 真的 那時候我很震撼 我覺得 因為可能我的想法 我們民營機構 跟這個公共機器官員 比較不一樣 我也這麼希望說 好評論董事務啊 誰可以告訴我說 大哥大哥 我們公信的經營 我覺得有些缺失耶 對不對 怎麼樣 這要不要爽 爽啊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可以改善啊 是啊 不對 或者是說 哪邊可能社會觀感不好 我們可能做的比較不好的地方 對不對 應該這樣啊 因為有時候忙 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忙點 燈下的 對 對 所以說 對啊 一天我也是想說 奇怪哪有一個政府 哪有說 有人要花時間 可是你說 現在 道理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 看怎麼處理 我們要經營改了 所以一天 我真的 我是有看到農委會 有公共財務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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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震撼耶 所以已經有事情 給我印象 欸 阿蕙人 你 你拍這個 你是自己偷腰包嗎 還是說 也有 也有 志同道合的 例如說企業家 拍不能說的秘密一跟二 都是這樣 因為這種東西 要對抗政府的人 說 不要跟官府對抗這樣 所以當中我就自己去想辦法 去賺錢來 賺錢 賺錢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生活 是啊 所以那時候 我有時候也去人家 結婚錄影 也去賺錢 什麼 都去賺錢 拍一些小的商業的案子 來支持 來做這些 你真的是一路很辛苦 你最近有一個 我也是 非常好奇的 就是公共電視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idea 其實 我們都知道說 台灣 台灣人真的都引以為好 我們的民主制度 是每四年可以選一家總統和立委 對 我記得在那兩千公 幾年了 為什麼 兩千公十八年 那時候 內政部辦一個 叫做 在4月7號 附近辦一個 我們在那4月7號是正在那種制憤的 殉道的日子 是 台灣的國家言論自由日 他辦了一個研討會 剛才說到民主生化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嘛 這是我們引以為好的民主制度 所以當時說到要 在台大國際會議廳 差不多容納三百個人的那個位置 每一個部會都派人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在那一部的討論的時候 我就說 在那製造 我們常常說 選立委 選總統 再找問一個 問一個 高中一年級 下學是公民科的問題 知道立法委員職權有哪些的請舉手 我想說台下那邊三百個人大概都 考過國家高等考試 叫壓卻無聲 全場壓卻無聲 後來坐在我旁邊的葉俊榮 那當時他是內政部長 不敢唱 導演我會知道 我說部長你不能說 你們不知道就對了 我們讓在座的朋友來跟我們分享 結果後來 第一個朋友就舉手 說監督政府諮詢官員 我常常看到的 任何委員在那 騎頭哭哭叫有 敢騎啊 敢騎官員 我畢說耶 對 你怎麼還給我反諮詢 第二個就是講說 大家 笑話 所以 我想通過國家考試的高級文官 結果對於我們的立法委員 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該做什麼事情 都竟然不知道 這是很荒謬的 這是立法吧 修法吧 對 竟然是立法委員 最多不是立法嘛 我就想說 該不會連立法委員都不知道吧 所以這部片裡面 我就一個地方 我就去突襲立法委員 他們的報告的時候 我就去問 問說 委員請問一下立法委員的 政權有哪些 結果答案千奇百怪耶 李外屋你動算後 立法委員會幫他們辦一個 大概有點像是那種 什麼新生訓練員 這樣 再直進修班 讓你知道說 立法委的職權 行使法裡面 有什麼什麼 就算你好 高中 不記得 現在他也是告訴你 再告訴你一次 除非你連去就沒去 所以我那邊問 答案千奇百怪 哇 那不就很尷尬 你就得罪很多人了耶 對啊 所以那個鞭筆出來的人 就說 裡面有一個 台中海山 那時候選出一個立委 就說 就選民服務啊 後來我們那邊阿司就說 欸 惠仁啊 你這段要剪進去嗎 我說剪啊 為什麼不剪 他說你小心變成消波塊 對 對他們來說 我們立法委員 就是選民服務啊 包括裡面到立法委員 問到那裡 八號就開始 不好意思喔 我有事要開花了 就都走了 我想一下再送忙給你嗎 要想一下喔 那你好的時候再叫我 好 OK 那種狀況其實很荒謬啦 那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的民主都沒有生化 所以這部片 我其實是要來 讓大家去反思 我們所謂的民主到底是什麼 自由到底是什麼 現在在網路上都看到 因為那時候 12月8號 在公共電視首播 播完之後 公司有一個OTT 就是公視加 然後你現在 點進去 去搜尋賣相片 它都免費看 喔喔喔 因為那時候 因為這部片 是我和公共電視合作 他們說要偽製啦 偽製製製製 在20 因為這部片 都會打八重 我2013年的年底 跟他們簽約說 我要派一個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太重要了 立法院本來應該是應該 帶領整個國家 制定一些前進的法案 帶領國家往前走 可是我們看到 立法院不是 在那裏 在那裏 他不知道 我們無法往前走 比如我們看到 18歲公民權 很多重要的那個 都沒有辦法往前推 比如說 台灣那個制憲 台灣這個 這個憲法 根本不符合現在的需求 你要制憲也沒辦法 那個門檻那麼高 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所以想要拍這個片子 原本打算大概一年 就要把它拍完 結果你今天拍了幾年 八年 你還好意思 說我這大聲 為什麼 他的難處是在哪裡 你看 你看 本來是一年 這部片一百分千辛 兩百萬的醫生 全部都拍完 但是我 開始拍到2014年3月18號 318發生 台灣整個政局都改變了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我應該要從318之後 去觀察台灣的整個政治 的板塊是不是有做的改變 因為318 很多人都感覺說 台灣民主要回大人 對喔 那時候氛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 我就沿路一直拍 一直拍 可是這部片子的 英文名字叫 0 to 0 所以很多人 在這個影片裡面 有很多時代力量 因為時代力量 是318之後的代表 對 為什麼叫0 to 0 其實是0乘以0 數學題是0 可是政治題 它可能是0 也可能是無限 但是很多朋友看完這部片子 就講說 你應該把它改成 從沒有時代力量 到沒有時代力量 嗯 因為318之前開始拍 然後拍到現在時代力量的 經過整個凋零 對凋零這樣 所以 這部片子 那時候兩百萬 原本一年要拍完嘛 但是後來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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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 光直接成本開四八萬 但我老實講啦 我說一句實在啦 可能是我們486團購 跟一般企業 跟不一樣啦 真的說 如果對民主 有 我們不要說很大的貢獻 但是 有辦法 花四百萬 給我們所有的國人 有一個歡喜 有一個 有一個 幹四百萬 這送個屁啊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很多朋友講說 我們做公共工程 可以追加預算 公司剛好追加預算 對 當然沒有啊 這怎麼辦 一樣啊 就跟不能說的秘密一樣啊 因為被當馬 你又去打林公 你 還是要拍其他片 不能說打林公 你又去接很多的案子 拍其他片子來補啦 啊其實 哇 你 你用好 通通兩百萬出來 也許你會覺得很多 可是你分攤到八年下去 真的 其實我們 這是我們做得到的啦 嗯 對那十八六你講的 如果 我們這部片子 我們要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價值 我是感到感到 所以 很多人說 你這部片子要說什麼 我講的是民主跟自由 嗯 民主呢 它注定是一條 蜿蜒曲折的道路 然後 自由的邊界一定是不規矩的 這 這部片子 我最後的一個注腳 民主的道路 注定蜿蜒曲折 自由的邊界 必然不規矩 為什麼 有這麼大的感觸就是 你看喔 我們台灣民主法35黨 如果從1987年解除界 開始在省高今年 二十五年 很多人很驕傲台灣的民主制度 但是某一個時間呢 他又很懷念 老蔣時代的維權的 專制 專制的效能 對那個效率 對 你看以前老蔣 是 蔣建國的年代 做一個事情都很快 對啊 那怎麼辦 會有的 你不同意 我可以拚一拚啊 我跟你交過了 那我現在 所以 我就說很多人的那種 協議的DNA 威權的DNA 都還沒有拖除 沒錯 這就是說台灣 那種轉型爭議 一直不成功 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一個部分 你看喔 有人還是一樣喔 你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民主制度 就在想喔 以前好 日本時代都沒穿這麼插 嗯 中建國的時候 老中的時候 也沒這麼插 現在很多人都跟我們玩家 嗯 差到要死 所以喔 這部片裡面 我們就找林家和老師啦 政代法律系的老師 林家和說一句話很好 他說喔 你要追求和諧 有一個地方最和諧 望阿寶 各國有人懷念過去 只有一個政黨 沒有那麼多政黨 每天在那邊吵架 這個需要時間去理解 美國有一個最高法院的院長 叫Holmes Holmes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要追求和諧請到墳墓去 望阿寶最和諧 所以 自由的邊界 它本來就是不規矩的嘛 是 你民主制度就是要經過很多的 協調 溝通 吵架 嗯 得到一個最大公約數 所以 那絕對不是一條 一直線的康莊大道 一定是蜿蜒曲折 有時候我也覺得說 民主喔 不是說一個最好的一個方釋 當然它是比極權啊 共產還要好嘛 但是有時候它這個制度呢 它還是有很多千瘡百孔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修正啊 其實我們 你說 民主制度相對極權 它也是一直做修正 對 一直修正這樣 所以 我們也是期待說 在裡面發現問題 嗯 譬如說我們 我有什麼 那這麼多紀錄片去監督 監督不管是民進黨 或國民黨 我都是監督它啊 一定都要監督啊 一定都要監督啊 因為我們對它有期待嘛 是啊 對 因為我們應該 站在永遠站在權力的對面 所以很多人問說 慧仁啊 像之前做不能錯的秘密一 和二 那時候當然也是美國民黨 對啊 我現在在做不能錯的秘密三 哇 哇 有記者朋友說 慧仁啊 以後你會繼續監督嗎 我說會啊 一定啊 我一定會監督啊 我一定會拍不能錯的秘密三 不管是誰 執政我們當然一定都會去把 那些他們做的不好的地方 讓大家知道 我們希望他去做改變 嗯 因為你講的 你前面講一句很對 你看那個很多 國外有很多那種 這種監督的這種 這種紀錄片的這種影片 都在拍攝 當然我 我先不知道說他的方式是怎樣 當然 第一就是說 可能要有一個 好比說基金會 對不對 你說我公司 我去出錢 叫大家來 找我麻煩找我茶 可能有啦 可能也沒有啦 對不對 還是說 你首先你要有一個 獨立的經濟 對不對 這些人 你說沒有後顧之一 我也有薪資可以養家 可以吃飯 對不對 房貸 然後我來做著我心裡面 高度的這個社會 我對於我自己的期待 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台灣 你覺得現在這個環境是怎樣 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我 在2008年 那一塊片 叫做病控制 病 大家有看到病控制 病控制 這部片 很多人說 這個是什麼 牛洞會洞 我說沒有啦 洞裡面到一點 這是病 病是什麼意思 你把它換過來 共產黨的港 喔 反共 這就是反共 反對共產黨的控制 其實就是看中國 控制台灣 控制香港的三部曲 這部片在2008年 那時候打 這部片一樣 那時候 我為什麼會打這部片 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2016年 台灣第三次政黨輪廳 那時候剛才有一個 香港的某一個電視台的老闆 他就說 台灣現在已經第三次政黨人替 怎麼 現在習近平 感覺上 上台之後 感覺上不是很好 怎麼都沒有人在反共 這個電視台的老闆呢 就來台灣 找兩個導演 找兩個導演 問說 我們想要拍 有關於反共的影片 你要不要跟我們合作 結果這兩個導演 不約而同 他們不是同一個時間 不約而同都問 那個電視台老闆這個問題說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我去大陸發展 後來呢 因為我後來2015年 拍了一部叫蘋果的知味 蘋果的知味 是說那個什麼 說黎智英 壹傳媒 拍壹傳媒來台灣的發展 其實這部片子也變成 現在對於壹傳媒 紀錄最多的影片 所以我拍這部片子 剛好得台北電影節的 媒體推薦獎的時候 我去那時候頒獎典禮 我去那天我去聲援戴藝人 大家一想過 戴藝人那時候被台獨 他跟趙薇拍了一部片子 他是男主角 然後結果有人檢舉說他是台獨 那我怎樣 戴藝人不是台獨啊 他只是比較關心台灣的社會 還有一些社會運動 就被擴上台獨的帽子 真正的台獨在這邊 對啊 對啊 所以他被扣上帽子 我想說欸 就算前兩天喔 然後我想說頒獎典禮 應該很多人會聲援他吧 結果沒有耶 點點點 每天大家 麥克風堵上去 欸你要不要彈到那個代曆人 大家聽到代曆人的 聽到貴 貴的真正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還有其他人 大家都照顧你知道嗎 然後我看到那個畫面我就想說 好 我如果等一下我得獎 我一定要去聲援 結果我真的得獎 我就上去聲援代曆人 但是電視應該沒有播吧 有有有 真的喔 下面喔 剛好那個市長看到 嘴巴張得很大 那個人叫柯文哲 我後來 在台上講完之後 聲援代曆人完之後 那個老闆呢 我剛才那個老闆看著 這個叫做不錯喔 這個人怪怪 真的喔 那個老闆我朋友找我 我們想來拍這個片子 我就說我和你合作 可以 但是有些先決條件 就是你不可以干預我 嗯 這很正常吧 正常正常真的 怕幾年怕到2017年 大概2017年的7月1號 香港主權移交20年那時候 我們要去香港 我們想要打算去香港 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視角 什麼視角呢 香港主權移交20年 我們想想看香港這20年的變化 我們不是想要找 比如說黃之鋒那些民運的學生 也不是找學者 我們想要找盲人 看不到 從看不到的盲人朋友來 看到香港的改變 看不到反而看得更清楚 這個 這個 慧人你真是他媽的鬼才耶 真的 這個誰會想到就是說 用這樣子一個視角 2017年要去香港 那個老闆剛來台灣 來台灣之後 說你要去香港之前 我們可以碰個面 我就跟他碰面 他說我們打算去香港 拍這個東西 然後看香港的改變 他說這個都沒有用啦 這個都不好 我們企劃案 整一年他說非常好 2017年馬上就變不好 原因是什麼 因為習近平那時候登機 要登機 要第二任繼續連任的態勢很強 這個香港的電視台老闆 風向轉了 他想要干預這個片子 他想要干預 不然我就不給他干預 解約 不然我們自己去網路集資 來拍這部片 拍這個部片子 到最後還很多人來贊助土內 然後但是我也看到了一個 非常震撼的現象 來到我們土內人 全部都台灣人 但是裡面大概有一半 都是用匿名贊助 他會怕 怕說 因為我跟他說 這部片後面我們要放在網路館上 你隨時都可以看到 他們也怕被點名做記 他們中國的點名做記憶 然後也有大概二分之一以上的人 都是用英文名字 Jacky Mary 對 所以你就看到說 控制 中國的那個控制 你說恐懼 他是用恐懼來控制你 但是 譬如說我們看到中國 現在飛機老台 有很多方式來幫你控制 讓你怕 但是 我常常在講說 你要 如果你 如果你不會恐懼 就不會被控制 被控制 那你怎麼樣克服恐懼 只有兩個 一個叫做絕望 一個叫做希望 嗯 觀眾朋友 大家好 如果有興趣 一百分鐘 好好看 加出品 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橋段 還有很多政治人物的金句 喔 比如說 黃金平 喔 黃金平 喔 我總共約他 約了一年半 那裡面他講了一句非常 非常金句 喔 所以一定要夠 那真的是太經典了 OK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真的跟慧人這樣聊一聊 喔 我真的覺得相見恨玩 真的相見恨玩 因為可能我們真的 共同的一個成長的背景 再加上我們就是反骨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勇於挑戰 我們就是對於整個社會 可能不公不義 我們是真正會去做 當然那個我最佩服你就是說 我就是有時候就是 就是人家人家出點錢 喔你是真的 青春什麼都聊下去 沒有啦 沒有青春 這個讓我真的是非常的尊敬 用了你的自己的時間 用你的青春 希望說我們的國家 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人 才是真正讓我們很感動 那今天也謝謝慧人 謝謝 百忙當中來到我們這裡 那也聊了很多 我想 以後一定還會有很多機會 我們還會在針對 很多你所看到的一些現象 不管是什麼任何的一些事情 我們再來做比較細部的一些討論 春節 這是又放10天 要等的時間 公眾電視 賣相權力支度 公事家 不用錢看著 忙的人 像我 我就用兩倍數看著 要很專心 真的不能走神 你走神 不知道 他在喊我 別吵別吵 那也看完 之前的有幾部 也真的都很棒 像剛剛你看那個慧人說的 什麼 病控制 對 病控制 2018年這一部 也可以去看 什麼上學去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之前的一些 這個有幾部 我們這個 那個有take一下 我們把它打上去 這個都可以看一看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自我反省啊 大家不要老是去看那些什麼 什麼乳溝長腿 搞笑的那個東西 也不是說不能啊 至少笑一笑 這對身體健康也是有幫助 但是有時候 我們也要沉澱一下 這個才是真正的 讓我們在生活當中 能夠讓我們自己 還有我們的子孫 未來能夠更好 最後我要再一次 代表我們486 團共所有的同仁 向領導 至上最高的盡力 敬禮 謝謝大家 謝謝 每次都想不看你的名字 告訴你心中的話 面對面看著你的眼睛 不再追尋 紅的線條 謝謝